而宜蘭的財政并不充裕 无法以次运用大笔的经费来建制道路监视系统 所以每年都固定编列500万元的预算 逐年建构 照进度来看得要清年的时间 才能够完成174处入口的监视系统 而为了加速其成符合社会的期待 县警察局也鼓励民间用捐赠的方式 装置完成之后交给警方来围管 而县长林冲贤也期望建制其成 能够压缩到两年内来完成 监路系统是侦查犯罪的利器 不过一套摄影机加主机弄下来 包含器材还有后续的电费网路费 和维护保养费用可要不少钱 有钱装还不见得有办法养 依宜蘭县财政无法一次运用大笔经费装置 只能用每年500万元的预算来逐年建构 统计列册174处的入口都装好 要花7年时间 为了缩短期程 县警局希望民间一起出资捐赠设备 后续再交由警局养护 而县长林冲贤认为宜蘭县发展 维护交通治安越显的重要 所以希望可以在公司合力下 压缩到两年就装置完成 原来我们既定的目标是要分7年 按照我们每个重要路口跟宜蘭县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细落 能够来完成建制 不过为了我们因应宜蘭快速的发展 宜蘭在高度发展的观光休闲夜 看起来未来我们这样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我在这边也郑重地宣布 我们希望能够原来7年的建制时间 能够压缩到两年的时间 陷阱局表示 今年启动民间捐赠以来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1组 而且也规划将原先一年500万元的建制预算 提升到1000万元 再加上民间协力的进度 应该可以在两年内达到目标 宜蘭新闻记者黄竹汉 曾经报道